欢迎收看暢所预言 神秘的古国不朽的传说 在一个遥远神秘的地方 藏着神奇不朽的传说 这片神秘的土地就是埃及 拥有一万多年历史的古老国度 在这片沙漠的怀抱中 诞生世上最辉煌壮丽的文明 正如尼罗河的滔滔江水 古埃及人的宗教观 也像是一条连接着生与死的神秘之河 他们深信神奇的力量 影响自然的运行 而人类的善恶举止 也深受到神明的注视 信仰赋予了古埃及人无穷的力量 塑造他们坚韧的性格 成就辉煌文明 在这些神话中 神灵们透过故事 诠释生命的意义 带领人们探索宇宙的奥秘 沿着这条历史的宁罗河 探索古埃及神话的奥秘 感受神奇所赋予的智慧跟灵感 让我们一起踏上穿越时空的旅程 一起揭开神秘古国的神话灭纱 故事及人生 预言误道理 欢迎收看唱所预言 埃及是一个神秘又充满力量的国家 人民世代都栖身在尼罗河版 设计了尼罗河的胸抱与恩惠 尼罗河是埃及文明的命脉 为土地带来生机和繁荣 但是这一条河流也带来了许多的凶险 在埃及人的心目中 对尼罗河是敬畏、爱戴、始终如一 太阳神被视为创世之神 和宇宙、城市还有将来的王权紧密相连 他是世界的主宰 也是黑暗与恶水的宿敌 天地创始之前是一片汪洋 一片混沌与虚无 称为弩 这片弩只有一个元素 那就是冷冽无色的大水 没有东西南北 没有光明和黑暗 只有无限延伸的虚空 突然之间 有一颗发光的弹浮现 浮在无边无际的水面上 他是横骨的第一位神奇 拉 拉的化身非常的多 随着时间的变化 呈现出不同的形态 在清晨 他是那颗明亮的晨星 被称为卡佩拉 在中午时 他是高悬天际的太阳 被称为拉 傍晚时 他是那颗迷人的夕阳 被称为塔姆 拉的存在 使得弩这一片虚无的水域 有了光明 他的光芒穿透混沌 照亮了整个宇宙 随着拉绳越长越大 分别出天与地 有了东西南北的方向 以及光明和黑暗 他以神力创造天空和大地 赐予森林们生命 创造了人类跟万物 赋予他们智慧和力量 教导人类种植农作物 狩猎捕鱼 建造房屋和城市 也赋予人们 对于文化 艺术和宗教的知识 作为创世主与统治者 拉照亮了人们前进的方向 为人们带来了光明和希望 他是天地万物的守护神 维护宇宙的秩序和平衡 确保万物在宇宙中运转 拉是光明之子 他的力量比父亲 弩弩还要强大 他的神力非凡 只要一发愿就能创造出天神 当太阳神拉发愿之际 瞬间生了八个儿女 其中四个儿子和四个女儿 他们居住在太阳城赫利奥波斯里面 这个城里主要有拉神 和他的孩子等九个神 成为太阳城九神会 太阳神拉 首先生出的两位天神 是儿子风神书 和女儿水神泰弗内特 后来这两个人结为夫妻 他们的结合象征着 大地的和谐和和平 风神书是一位英俊 而且强壮的神奇 他掌管着空气和风的力量 他的翅膀扇动时 带来清新的空气 和凉爽的微风 使人们感受到生命的活力 水神泰弗内特 他是一位美丽 而且神秘的女神 他是大地上的水之女神 象征着生命的泉源和风饶 他的存在让河流 湖泊 涌动 带来滋润和生机 这两位天神 在宇宙中肩负着重要的任务 维护风和水的平衡 确保大地上万物的繁衍和成长 他们的结合 也象征着阴阳之间的和谐 太阳神拉 有八个孩子 分别掌管了不同的元素 有人代表大地 有人象征着风 有人掌管冥界等等 大家各司其职 这几个孩子在自己的领域中 认真 负责 还会彼此协调 合作 他们是太阳神力量的延续 在太阳神的庇护之下 守护着宇宙和人类 用神力与智慧 为宇宙注入了生机和能量 太阳神拉又生出地神盖部 和苍天之神奴特 盖部是男神 奴特是女神 两人后来也变成一对夫妻 盖部是一位坚实而有力的男神 代表着大地的稳固和风扰 他的存在让大地孕育出各种生灵 为人们提供生存和发展的基础 奴特则是一位优雅而且迷人的女神 她是苍天之神 代表着苍天和宇宙的无限延伸 她的身体仿佛是一片星空 她的存在象征着无穷的宇宙 盖部和奴特的结合 象征大地和苍天的融合与和谐 不久之后 太阳神又生出了 俄赛里斯这个儿子 还有女儿伊西斯 他们也成为夫妻 俄赛里斯是一位优雅聪明的神奇 她代表着死亡和再生的力量 象征宇宙的循环跟永恒 伊西斯是一位智慧和慈爱的女神 代表爱跟保护的力量 太阳神拉给予俄赛里斯 和伊西斯奇特的神力跟法力 俄赛里斯继承了父亲拉的光明和创造力 成为了死后世界的主宰 他带领着死者进入来世 让他们得到永恒的生命 伊西斯则是得到拉的智慧跟魔法 他成为了古埃及最伟大的女神之一 他用神力帮助人们解决难题 保护他们免受灾难 并且传授艺术和医学的知识 俄赛里斯和伊西斯的存在 象征着死亡和再生 最后是赛特和他的妻子奈弗提斯 他们是太阳神生下的最后一对子女 拉神生出两个小孩的时候 年纪已经很大了 赛特便被宠坏了 他的心眼很坏 总是处心积虑想要害死哥哥 俄赛里斯 后来是因为他用木箱压死了俄赛里斯 才让俄赛里斯变成了民间之王 不久后 俄赛里斯跟伊西斯的儿子 和路斯为了报仇 便杀死了万恶的赛特 赛特的下场非常凄惨 他在死后进入了民间 受到无穷无尽的责罚 拉神生完八个儿女 让天和地从大海中升起 伸出手臂 用指尖支撑着身体 《唱所预言》是十方法界卫士为亲子共赏特别企划制作的节目 制作的风格新颖 跳脱以往的绘制手法 画面的呈现更是细腻精致 《唱所预言》节目涵盖了古今中外的预言故事 希腊神话 还有星座传说等等 不仅适合小朋友观赏 更是亲自共同观赏的最佳节目 您的支持是我们的助力 您的护持是我们的动力 请护持《唱所预言》节目制作 这天太阳神发现地面上寄来有爬虫 因为他非常的讨厌昆虫或是爬类 所以就把儿子地神找来 请他告诉这些爬虫 只要见到太阳神的光 就赶快躲起来 永远不能生活在光亮的地方 然后他又找到了河路斯 记录人们一生的善恶之举 太阳神的存在 让宇宙充满着智慧与爱 人们也开始懂得 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 太阳神请女儿奴特 带着他在天空巡视 奴特只好变成一只神牛 背着太阳神四处巡视 不久后 奴特觉得太累了 他气喘吁吁地 拜托父亲 让自己休息一下 于是太阳神便说 傻孩子 你可以把身体靠在书的身上 这样你就不会那么累了 奴特听从太阳神的指示 把身体靠在书的身上 于是奴特变身的神牛 不停地展开背脊 他的肚子也慢慢地延伸 变成了宇宙未来的天空 天上的一切都是奴特所生 接着 太阳神将黑暗会发光的星星 全部交给了风 和空气之神书掌管 风神轻轻地举起双臂 把这一只天牛 和千万颗星星高举在头上 不久 太阳神觉得 蛇太可恶了 他叫来地神盖部说 很多可怕的爬虫类 都住在你那边 我要它们惧怕我 就像我也惧怕它们一样 去将所有的爬虫类找来 告诉它们 它们只能够永远躲在黑暗里 此外 我将会传授你们咒语和法术 让你们可以保护人类 免受到爬虫类的伤害 接着 太阳神用自己的眼睛 创造出荷鲁斯的神力 他叫来荷鲁斯 对他说 我有一个重要的工作要交给你 之后 我会在大海的深处 为你打造一座华丽的宫殿 你要仔细地记录 人类一生的善恶 以及那些轻视我的人的名字 我会要那些人付出应有的代价 现在 你可以暂时先住在我这里 当我夜晚的替身 为了帮助荷鲁斯的工作 太阳神又创造 诸鲁 赫 和元侯 让他们成为荷鲁斯的使者 太阳神的地位逐渐的壮大 他继承了父亲 鲁的王位 成为众神之王 拉是一个非常有智慧和权威的神 只要他随口说出想要的东西 就能够成真 有一天 他很得意地看着自己创造的一切 他说 我创造了天与地 地球也是我创造的 那些高耸的山 宽阔的大海 还有那一条可以灌溉埃及土地的尼罗河 我是众神之父 他们的生命都是我给的 我睁开眼睛 世界就有了光明 一旦我闭上眼睛 世界就是一片黑暗 太阳神创造出宇宙 人类和一切的生灵 他把自己变成世界第一位的国王 开始统治人类 太阳神会有这么强大的神力 都是因为父亲给了他一个神秘的名字 这个名字除了自身有强大的力量之外 还能夺取太阳神的权力 因此除了他自己 没有其他人制造这个名字 太阳神拉具有无边的法力 他掌握着可以创造与统治万物的秘密 但是他的法力是从哪里来的呢 原来太阳神的力量源自于一个秘密名字 这个名字是他的父亲帮他取的 任何的天神都不知道 而太阳神便是依靠这个名字成为了天父 也同时变成陆地上的第一位国王 这个名字是太阳神永远的秘密 一旦有人知道了这个名字 就会削弱他的统治权 所以他不曾告诉任何人 也不会在公开的场合说出这个名字 据说宇宙间的万物 是因为太阳神说出这个名字之后创造的 他看着自己创造的一切 非常的开心 为这个多彩多姿的世界感到骄傲 于是经常将自己变身为人类 到人间去游玩 日子久了 太阳神拉发现自己变身成人类游玩 实在是太无聊了 他渴望跟其他的天神分享这份乐趣 于是他经常拉着其他的天神 一起变身成人类 来到人间共度美好的时光 后来他成为地球上第一位国王 统治了人类 只要大家有什么困难 他都会出现在人们面前 帮大家排忧解难 拉神就这样统治人间跟天界非常多年 年纪也渐渐的大了起来 而女儿伊西斯看着年迈的父亲时 希望自己也可以拥有跟父亲一样的权利 接管天界跟人间 伊西斯也听说了 要和父亲拥有一样的神力 必须要知道那个秘密的名字 才能够抢夺父亲的神力跟统治权 从此之后 伊西斯对于父亲拉的神秘名字充满了渴望 他不辞辛劳的要寻找这个秘密的名字 奔波在天界和人界之间 希望能够找到神秘名字的线索 伊西斯搜寻了整个宇宙 都没有人知道太阳神秘密的名字 这个名字是太阳神无上秘密 也只有他自己知道 因为他明白这个名字的重要性 也知道秘密一旦曝光了 自己将会失去统治权 太阳神的女儿伊西斯 想要成为天神和人间的统治者 不过他也明白 要实现这个愿望 必须先知道秘密的名字 伊西斯找遍了天上和人间 都没有人知道 都没有人知道 图兰 他有一个可怕的想法 不如就用魔法来对付父亲 只要让他痛到受不了 一定会说出秘密的名字 感谢您今天的收看 《唱所预言》我们下次再见 《唱所预言》是十方法界卫士 为亲子共赏特别企划制作的节目 制作的风格新颖 跳脱以往的绘制手法 画面的呈现更是细腻精致 《唱所预言》节目 涵盖了古今中外的预言故事 希腊神话 还有星座传说等等 不仅适合小朋友观赏 更是亲自共同观赏的最佳节目 您的支持是我们的助力 您的护持是我们的动力 请护持《唱所预言》节目制作 画播账号42274784 护名十方法界基金会 嗨!你在等什么呢? 跟着我一起敖墙宇宙天地 看!那有宗斯、赫拉、阿卜罗代帝 还有普罗米消失 回到远古的西兰 开心旅行英雄的神话 浩瀚宇宙星空里 勇气让世界精彩生命 来到奥里帕斯的天地 就算心灵已经很疲惫 众生说在的美好世界 依然为你绽放着美丽 一、二、三、四、五、六、七 生活到处是惊喜 一、是傻瓜牡羊 勤快金牛 开心充鱼 倔强狮子 孤单处女 还是幸福水平呢 美丽的阵容 喜欢的色彩 它是星座的王国 管它温柔还是狂野 看过独咬就是唯一的解药 想把世界放进口袋里 不管是不忘还是皇后的城堡 群星我对闪耀之缘和你 就在风中紧紧地拥抱 爱是美丽神话 星辰永不打开 爱不成离开 变成一颗痕迹 永远照亮我的心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